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翁Sir 今次這段影片是講述第十課題目Transpiration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Transport和Support的題目 我們都是慣常,先講MC,後講場題目 我們進去MC看一看 好,我們先看第三條題目 第三條題目,下面的表有四款植物,PQRS 還有葉面和葉底各自的Stomata數量 葉面4000、2800、800等 現在題目就問,究竟哪一棵植物PQRS 哪一棵植物在一個很乾的環境下,會率先丟借呢? 他就問這個問題 首先看一看右手邊的圖 右手邊的圖其實,連上下面的文字,純粹提醒大家 其實不同的植物,由於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結構上是有一個分別的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Adaptive Feature 一個適應性的特徵 因為它住在乾的地方 住在一個濕潤的地方 浮在水的地方 究竟它的葉上面那個氣孔的密度 究竟會有什麼不同呢? 下面那一棵就先問一問大家 這個乾的環境其實會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反映了一個較為低的相對濕度 而一個較為低的相對濕度 其實就會導致一個較為高的蒸騰的速度 這個Water Loss 所以我們要去想一想 其實就是當一棵這樣的植物 當它要面對著一個這麼乾的環境下 其實它應該怎麼適應這個環境呢? 但這次我們題目是反轉的 它會問你在乾的環境下 究竟哪一個會先凋謝呢? 我們要問一問自己 那究竟那個surface area 或者Stormata 面向於周遭的環境 Exposed to the surrounding 其實會導致一個多一點 還是少一點的Water Loss 然後就會去凋謝呢? 當然是說這條一個 MORE的Water Loss 就會凋謝 所以其實這個題目就是要問一下 究竟在PQRS 當你知道它們的氣孔分佈之後 就會猜到哪一個會承受一個最大的Water Loss 那它自然當然會先凋謝 這是第三條的 然後到第四條 就是講這個Protometer 它就講一個Weight Protometer 一個重量的蒸騰計 有一個Livy Shirt 放三個小時 當中有些不同的Readings 讓我們去閱讀得到 OK? 在綁的Reading 還有在那個Masuring Cylinder 那個水的Volume 又有個Reading 給我們去看 那現在它就講了 不過 當我們整個實驗會做 我們做兩次的 大家做的環境的因素是一樣的 即是光度 溫度 濕度 風速 唯一一樣不同的就是 有一個Set Up 第一個Set Up Treatment 1 就是 葉面和葉底都沒有塗到這個Vaseline 但第二個就是 葉面是塗了Vaseline的 OK? 有兩個這樣的Set Up 然後我們有 Readings of Balance 和那個Change in Volume of Water in the Masuring Cylinder 其實整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呢? 以前都教過大家 其實那個 那個Readings of Balance 其實那個磅 那個數字的變化 其實就顯示了 是Water Loss來的 是水的散失 因為整個裝置 你想想 那個Masuring Cylinder 是玻璃來的 那支框 或者那支油 其實那個重量 不會變得去哪裡 那為了它變的 其實就是水的份量 所以 其實就是 Reading of Balance 其實就是 反映了一個Water Loss 但是另一個就是 Change in Volume of Water in the Masuring Cylinder 那在那個 Masuring Cylinder 裡面的水 那個體積 改變了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 棵植物 吸了它 有幾多水 對不對? 因為它直接吸水 吸了水 那在那個瓶裡面 便少了水 所以 Volume of Water Change 其實就是一個 Water Absorption 的反映 所以在這個 裝置裡面 其實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它是有三個數據 可以獲得到的 對不對? 我們有Water Loss 的數據 有Water Absorption 的數據 那等一下我再說 第三個數據 那第一個Treatment 就是講 一塊葉的兩邊 都會失水 而Treatment Tool 其實就是因為 葉面 是塗了這個 花士令 就是那些膏 那樣的東西 平時我們那些潤膚膏 的質地的東西 那其實就塗了之後 其實就是會 阻隔了葉面的 失水 所以 應該剩下葉底 是會失水的 這個概念要搞得清 OK 整個setup 現在我們有四個數據 PQRS 當中有什麼數字 可以去計得到呢? 從PQRS 這些數字 做回一些 加加減減 其實會得出什麼數據呢? OK 那A第一個 它就說 Water Absorption 敗到Suit In Treatment 1 就可以由P-R 所導致到的 但其實你想一下 A那句根本就是錯 因為如果要講Water Absorption的話 看R已經可以了 是看R已經足夠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看P R直接就是Treatment 1的Water Absorption 對不對? 所以A錯了 然後去到B B就是Water Transpire Transpire 其實就是Transpiration 那個動詞 其實就是失水 Water Loss Water Loss by the Should In Treatment 2 就是R-S 其實如果你要去看Treatment 2的Water Loss 其實看Q 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你想一下 現在它都在說Treatment 2 Treatment 2就只有葉底失水 葉底失水的情況下 看回數字 其實都是只有榜 那個數字適用的 就是Q 對不對? 不需要再減什麼數字 而R和S 是因為Water Absorption 是吸水來的 但現在B 我想計算的是失水 對不對? 所以R-S 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我們去到C C就問 Water Retained by the Should In Treatment 2 就是S-Q 就算得到 其實你看看 Treatment 2 Treatment 2只有兩個數據 紅色那個 就是Q和S 對不對? 那我們說C C為什麼是正確答案呢? 因為 其實 當這個Weight的Protometer 我們有兩個數據 一個就是Water Loss 失水 一個就是Water Absorption 吸水 其實中間剛剛出來的Data Analysis 技巧就是想告訴你 當我知道一棵植物吸水的量 而亦都知道它的失水的量 其實將兩個數字相減 我們就知道 它儲存著的水 保留著的水的量 之前上課都教過 那個比喻就是 吸水就好像你賺錢 你的收入 失水就是你的支出 或者你花了些錢買衣 買東西吃什麼都好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 當我知道你的收入 亦都知道你的支出的時候 雙減 其實是不是有機會是你的 儲存的水的份量 儲存的錢 現在一樣就是儲存的水 所以你看得到 在Q和S當中 S就是Water Absorption Q就是Water Loss 所以S-Q 正正就是 312 是那個植物 儲存著的水的量 OK D為何又是錯呢 D就說 其實就是Water Loss By Lower Surface Of The Leaves 就是P-Q P和Q是對的 P和Q 都是Water Loss 好似無似樣的 對樣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當中 其實是一個邏輯 Flip來Flip去 真的轉來轉去 你真的轉到頭都暈了 看清楚 Treatment 2 是說葉面 塗了花事領 即是只有葉底可以失水 已經寫了給你看 OK 現在 P-Q P 就是葉面和葉底 都會失水的量 Q 就只有葉底 失水 所以 其實P-Q 到頭來 應該是說 只是葉面的失水 明白邏輯嗎 因為P是說葉面加葉底 而Q是葉底 那麼葉面加葉底 減葉底 就只有葉面 對嗎 所以 ABCD 只有C 是對的 而C 對於整個 Wage Protometer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要提 就是在桌面下面 那裡有一行的 Mass of 1ml Water 是等於1g 其實都是說 因為本身兩個單位是不同的 一個是g的單位 重量單位 一個是ml 體積的單位 但原來 1ml的水 正正就是1g OK 所以兩個數字 是可以直接相減的 不知道 你把身高 減體重嗎 身高體重 因為單位 真的完全不同 那就不能互換 原來ml 和g是可以互換的 所以 就可以直接相減 OK 然後到第五題 第五題 就是講這個 transpiration pool的概念 其實是 那他就問我們 其實下面 ABCD 哪一個呢 是主要令到水 可以向上提升的 一個主因來的 Ascent 即是向上提升 moving upward 即是吸水 蒸騰牽引力 對不對 transpiration pool 所以第一句說話 很重要 紅色那句 經常都要教大家 Water absorption by the root is induced by transpiration 其實就是 告訴你 一棵植物 是先失水 後吸水 先失水 後吸水 這個一定要記得 OK 下面他就講 其實是分覆圖 以前都講 在spongy miso field cells 它們的水 就散失了 接著就問 旁邊的水 吸吸吸吸吸吸吸 就吸到一個sailum mass 由於sailum mass 是一個continuous 一個連貫性的 空心的一支管 由那個葉 去到根 連貫住 所以其實 當在葉面那時候 水散失了的時候 其實是會引伸到一個拉扯的力 去吸水 其實這個就是transpiration pool 那時候 不是教過大家的 那個比喻 其實就是這隻滑卵 對不對 那個人向下奔 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法馬 那個啞鈴 或者是向上動 其實就是這個 蒸騰牽引力 那個concept來的 所以 根據這個邏輯 我相信 不難理解了 ABCD 我相信你應該可以選擇答案給我的 OK 接著去到第六條 那第六條 它就是說 現在有棵植物 有棵花花 OK 有八點鐘的樣子 和兩點鐘的樣子 應該就問我們 根據一棵花的樣子 根據一棵花的樣子 OK 那下面哪一句 可以得出來的結論呢 OK 那當然左手邊 去講 八點鐘 下午兩點鐘 八點鐘的時候 還是upright 即是直斑斑的 OK 那兩點鐘就丟借了 是不是 已經倒閉了 OK 那其實它就 當然 有些concept 其實它都很引導性 就 自不然都想你去想一下 八點鐘和兩點鐘之間的 光度 溫度 OK 這個是trap來的 留意一下這個是trap來的 到旁邊 現在第一句 它就說 major support of the flower stock 是provided by turgidity of the sales 旁邊那裡提了大家 turgidity 這個硬漲 硬漲的程度 就是 有水參與的 入了水 那些sales 脹了 那就硬漲了 而rigidity 硬正 硬正是不關水事的 木頭就很硬正的 石頭很硬正的 骨頭很硬正的 牆很硬正的 沒有水 沒有水在當中 但是硬漲又不一樣 OK 那現在第一句 第一句呢 其實就是一個直接的結論 因為你 為什麼看得到呢 八點鐘直崩崩 兩點鐘 好像丟借了 借了 OK 其實 那個概念 你也會想得到的 會不會關 失水事呢 OK 我就當不是失水 就當它純粹死了 這樣計 生得不好這樣計 OK 但是你想想 這個概念就是 一棵 所謂死了的樹 和一棵 所謂死了的花 或者借了的花 你會很明顯 見得到 即使一棵樹死了 或者所謂丟借了 它那棵 都可以鏗穿你的頭 你要知道它多硬正 對不對 因為明明死了 死了就吸不到水 是啊 但是它那些木頭來的 它是夠硬正 好rigid 但是花不同 它真的要死了 死了吸不到水 吸不到水的話 自不然 那些銷售都會臨自自 是不是 好fresh 就一點都不turture OK 所以第一句 是真的直接知道 就算它 是真的失水 這樣丟借 還是死了 那隻死了 OK 接著第二第三句 就開始來了 第二第三句 開始 Water uptake Water loss 梁sir 他還不是問第十課的題目 那當然啦 出去的題目 怎會告訴你 這條真是說的 第十課 這些擺到就是trap 對不對 第二句就說 Rage of water uptake of the flower is higher than is Rage of water loss at 8 o'clock 那當然啦 這句已經不是一個 直接的結論 因為 為什麼呢 聽下去是合理的 OK 8點鐘的時候 就是吸水 多過失水 那所以就多些水 整整到些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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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你真是知道它是不夠水 對不對 OK 有這樣的情況 又或者在8點am的時候 它直崩崩的時候 你覺得真是說吸水 是多過失水 你不讓它是吸水 是真的等於失水的嗎 你想一下收支平衡都可以 收支平衡起碼不會借 對不對 所以第二句呢 是要想到很盡 想多一步你才會知道 所以它不是一個直接的結論 來的 那第三句呢 第三句就說 rate of water uptake of the flower 是lower 吸水是少過失水的 那聽下去又很合理 就是失水多過吸水 是不是 反過來講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兩點鐘的這樣凋謝法 很多原因的 可以是great water loss 可以是生得衰 可以是死了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一天的變化 你真是不能預料 是不是 但是 在這一說 聽起來很合理 但是其實你真是不知道 OK 你看這個情況 因為它沒有再show到 第二招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很老實 是不是 但是它沒有show到 第二招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只有 早上八點鐘 和下午兩點鐘的時候 能不能夠立即得出這個結論呢 你是不得而知的 所以 在那個三個說話裡面 其實只有第一句 是一個直接的結論 來的 還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什麼叫 直接的結論 OK 之前都 經過這個題目 或者之前的題目 我們都曾經講過 什麼叫直接結論 direct conclusion 就是不用想的 只是看結果 是看出來的 你真的不需要思考 那我有個例子給你們 現在在我們面前 有兩個人 一個是陳大文 一個是李小明 這樣計算 現在我們發現 大文 就是160cm那麼高 1.6米 小明 就是1.8米 一個1.6 一個1.8 那我們有什麼結論 直接的結論就是 小明是高過大文 因為一個1.8米的人 當然是高過一個1.6 這個不用想 看都看得見 是不是 但是有什麼 是一個間接的結論 是不直接的 要想多一步的呢 就是 例如我說 小明是一個 經常打籃球的男生 因為他經常打籃球 所以他就高過大文 這一句你就不得而知了 我鬼知道嗎 你不讓他的基因是這麼高的嗎 所以這就是直接結論和間接結論 間接結論 你要想多一步 你要去證實給我看 但直接結論呢 看到的嘛 一高一矮 差20cm 你是看到 看得出的嘛 這個就叫直接結論 MC講到差不多 我們待會就講一場題目 拜拜